在韩国首尔进行外景拍摄的电影 冬炼望日 近日接受媒体探班 恰好是香港女星惠英红的最后一场车祸戏本 惠英红周身都被工作人员涂满鲜血 虽然有些猙獰 但贵为影后的红姐一早便躺下埋味任由摆布 不过拍戏从不寒苦的她 此次倒是被韩国的风雪天气唬住了 我第一次试过在室外拍有那个低温症 我昨天晚上就第一次试 说说说那个韩文说了一半 整个人突然之间有一点这样想晕倒 然后马上我说不行了太冷了太冷了 然后他们把我抬到房间里面把温一下再出来 所以我知道原来是太冷的地方会有低温症的 而电影中大部分对白都需要讲韩语 但这也让惠英红发觉了自己的语言天赋 导演说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呢 以后我可以来这里混 我说对对对 因为这里拍的时候有七层的都是说韩文 我儿子他是韩国人嘛 他就说妈 哦妈 你的韩文很好啊 我都知道你在说什么 然后他跟我搭事的时候 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